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如果你的客人來處理白髮的問題 你會怎麼處理 是不是直接蓋身 今天呢我們要給你一個全新的提案 說到這個白髮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我是不是把它蓋身就好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越蓋的越深 可是它一旦長長了 落差性就會超級無敵大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希望能夠虛化白髮 基本上我們可以透過挑染 或者是挑嫖之後再上色的手法 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同學問 老師為什麼我們需要虛化白髮呢 這就是牽扯到這個社會環境的改變 在過去白髮大概都是 50歲60歲以上的專利 但你們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顧客大概 40歲就有白髮的問題了 而這些顧客 難道都要把它蓋身嗎 我們要用挑嫖的方法 來把每一個頭髮的挑染給完成 然後枕頭完成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上出一個自然色系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內容 話說我們前一陣子呢 有上傳了一支挑染的影片 那這個時候呢就有同學來私訊說 老師我覺得挑染很好 但是我覺得真的蠻辛苦的 每一片都要這樣包 客人就會做得很久 那我操作又很久 收費也相對比較高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有的 今天就要出動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 那就這個挑染版 那這個挑染版呢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讓你不用包鋁箔紙 怎麼說呢 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 其實已經用了一個秘密武器 那就是這個挑染書 那這個挑染書可以讓你在挑染的時候 基本上是無腦挑染 超級快的 把這個挑染的頭髮挑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透過不同的長度 有長的有短的 就像我們今天可能長度沒有很長 我們就會用短的 那你會發現到這個上面都有弧形的 而且它是有斜切割面的 而且它這個是有菱格紋的 所以當你放上去的時候 這個弧度就會架在頭皮上面 我們就架上去 架上去之後呢 我們挑起來嘛 架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刷上去 就是刷瓢粉 刷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抽起來 我們就從髮根到髮尾 一次性的瓢髮 那瓢完之後呢 你就不用包鋁箔紙 你就放著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一定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你這樣子 不是會沾染到其他的嗎 這個時候就要出動我們的 另外一個秘密武器了 那就是手刷瓢 那為什麼需要手刷瓢呢 我們在上一次的區塊燃燒 其實已經跟各位介紹過這一個 超級灰瓢 那超級灰瓢 大家不用多說了 聽說它們又一天出貨 幾百萬的營業額 超級灰瓢 那這個手刷瓢跟超級灰瓢 最大的不同就是 手刷瓢的彈性比較好 所謂的彈性就是 你有沒有遇過一種狀況 就是你在做瓢髮的過程當中 你希望濃稠度可以高一點點 可是攪拌起來那個顆粒感就會很強烈 例如說你想要讓瓢粉比較濃稠 能夠幫助你在手刷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沾染到其他的位置 這個時候如果你使用的是超級灰瓢 或者是一般的瓢粉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要把濃稠度調高嘛 那可是這個瓢粉的設計就不是長這樣 所以就可能會造成顆粒狀比較多的狀況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手刷瓢就是為了濃稠度而生的 那它的比例為1比2 千萬不用擔心 你不用覺得1比2一定會產生顆粒狀 不會完全不會 它攪拌完之後的感覺 就好像膠的感覺一樣 它是QQ的感覺 所以這個手刷瓢我們今天會搭配這個 挑染板直接刷上去之後放下來的時候 因為它的濃稠度比較高 所以它會固定在這個挑染的位置 比較不容易幹嘛沾染到旁邊的位置 但是也不是說不能用超級灰瓢 那這就要說到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每一個瓢粉的退潛能力是不同的 例如說像超級灰瓢 它的退潛能力可能可以一次到8.5甚至9度射 如果你用相對比較高趴的霜癢 可是手刷瓢霜都不一樣了 它最緊繃最緊繃8度射 如果你要退得更前 你可能要刮掉再上 可是我們今天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使用這個挑染板 先瓢過一些線條感出來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直接上色 上什麼顏色呢 這個時候的上色 你就不需要考慮白髮到底會不會覆蓋了 因為你已經有挑瓢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有 比較多的設計的顏色出現了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講解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開始囉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還是講解一下所謂的虛化白髮 那我們先找了一個 30%到40%的白髮的髮術 然後呢 我們透過手刷瓢霜 進行做瓢退的動作 然後大約至8度射 然後呢 我們也將剛剛的這個 原本的白髮法術 上了一個自然的咖啡色系 那你會發現到 其實白髮還是有那麼一點點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就把剛剛 漂退後的白髮法術 再透過同一個色號 也就是所謂的6.07 然後我們上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比對一下 這個時候同樣的一條染膏 剛剛有漂退過後 跟沒有漂退就會有不一樣的效果了 你看 就算是剛剛那個深色的 它有一點點的白髮的概念 可是在這個淺色的旁邊 它的白髮的感覺就會被淡化 這就是所謂的虛化白髮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將這一個髮型呢 開始進行做挑染的動作 那首先呢 我們用第一個方案 也就是我們先將髮際邊緣先分出來 那這個方案是比較針對 所以如果說你的消費者 會習慣剝頭髮的時候 會看髮際邊緣有沒有染到 那這個方案就比較適合 那比較辛苦 它就需要包裏脖子 我們針對髮際邊緣 從髮際邊緣來開始做挑染動作 因為這樣就可以保證說 當客人在梳往後的時候 他就很明顯知道 這個線條感在哪裡 然後但是因為它是比較髮際邊緣 所以我們剛剛會慢慢的從垂直慢慢轉為水平 就有點像是多點放射的概念 慢慢的去轉換這個分區的挑染 那大家要記得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手刷瓢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對折的時候 折得很緊的話 你很明顯會感受到那個地方 顏色會比較深 那慢慢轉上來已經第四個分區了 那轉上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透過挑染書 然後找到我們需要的粗細 然後再往下壓 然後進行做使用手刷瓢 進行做瓢退的一個動作 那大家要記得 這個地方只能兩邊壓 中間不能壓喔 中間一旦壓了 等一下那個地方退淺的過程就會有落差喔 那另外一個方案呢 就是單純只用挑染板去做操作 那一樣我們透過這個挑染書 把它勾起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將它頂上去 然後用我們的大拇指稍微壓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很明顯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 從髮中慢慢帶到髮根 然後再慢慢從髮中 再帶到髮尾的一個操作 那因為上面有菱格紋 所以你在刷的過程當中 你完全可以附著在頭髮上面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操作 那刷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慢慢往髮尾帶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這一片的操作 是不是超級快的 對吧 然後把它往下放 那你也不用去擔心 它會不會沾染到其他的頭髮 因為我們這個動作其實只是在做挑染 我們的目的就是讓我們的頭髮 不要那麼的單一顏色 所以稍微沾到旁邊 其實也都不需要擔心 主要是不要太誇張就好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做一些挑染的動作 然後我們才會去使用手刷瓢 讓這個瓢瓢的這個濃稠度 可以固定在頭髮上面 比較不會沾染到旁邊的頭髮 那我們這邊都是水平分區 那一區一區的 然後透過挑染書 然後我們就把它一層一層的往上去做挑染的動作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操作完側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操作後面 那後面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層次的高低 去選擇上面的區塊大小 當然如果你要拳頭也是可以的 但我是覺得可能沒有必要 因為它層次只有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把層次區再放大一點點 那這樣它可以覆蓋下面的外線區就可以了 那我們大概的樣貌就會長這樣 大家有發現到線條附著力都非常強 都盡可能不會沾染到旁邊 你沒有要挑染的頭髮 那結果就會大概會像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到其實就已經有線條了 而且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有包鋁脖子 它的退錢能力真的會稍微好一點點 可是這就是一種選擇 如果你不需要 你只是想要虛化白髮 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像剛剛一樣 包鋁脖子包得這麼辛苦 這個速度我覺得最少省一半的時間 OK操作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漂髮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上6.07的色號 然後搭配6%的雙氧 那在這邊呢其實你也可以使用9% 因為其實你真的不需要考慮 白髮覆蓋100%的問題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你已經虛化了 所以你只要選一個咖啡色系 然後讓這個頭髮感覺是一個自然的線條感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全染操作 然後一層一層的操作 那這邊可以注意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稍微薄一點點 因為你越薄你的頭皮的沾染 以及檢查就可以省掉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這給大家一個建議 那上色完之後呢 大概的樣貌就會長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上完色周圍都沒有沾染到 這個非常重要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將前面頭髮都往後放 尤其是在中長髮或短髮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客人自己在活動的過程當中 他也比較不會沾染到染膏 乾乾淨淨的是非常重要的喔 那結骨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那大家有發現到其實髮根這個地方 他就會有一些挑染的痕跡 你可以想像如果他有白髮 他就會有虛化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喔 好的 看完操作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不免俗的 感謝一下我們今天的贊助商 那就是白髮馬 那白髮馬呢 這一次呢 所上市的這些瓢粉系列呢 都非常的強 超級揮表就不用多說了 這應該是最近最暢銷的瓢粉了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今天還使用這個手刷瓢 雖然他不是一個最大宗的市場 但是有一些客群包啊 你喜歡手刷的 或者是就像我們今天所提案的 挑瓢的類型 都非常適合使用我們今天的手刷瓢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對於瓢髮已經演進到一個相對成熟的市場了 在過去大家真的不重視瓢粉 大家只是覺得能夠瓢剪就好了 出頭皮意外 例如說頭皮出濃出水 頭髮瓢斷掉 有的時候都還蠻正常的 但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對於瓢粉的接受度來說 已經非常廣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會有一些細分的內容了 就好像剪刀一樣 有划剪刀 有瓶剪刀 有打包刀 一個專業的髮型師一定會按照他所需要的工具去做選擇 然後達到最好的效果 瓢粉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是需要極潛的退潛能力 超級灰瓢 絕對是一種選擇 那如果說你需要手刷 你需要那個瓢粉的形成物是有個濃稠的彈性的 能夠讓你在刷染或是挑瓢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比較好的操作手感 這個時候手刷瓢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介紹的FERMA的工具 如果說你需要做所謂的挑染 那這個挑染版就非常的好用 手把握持的過程當中 以及刷的過程當中的附著性 這個真的都是工具廠商的設計 絕對不是一般的乾料商賣出來的那種質感 不一樣的 每一個你去摸 每一個工具的粗跟細 都可以透過我們這個手感的這個收編 能夠知道這個是不簡單的 有長的有短的 然後也有手刷的刷染板 這個都是我們今天所用到的工具 當然如果你對於這些工具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下方的資訊欄位都會有一個連結 而這個連結只會在五月的三十一號的七天內 才會產生出這樣的一個優惠 有多優惠呢? 從六折到七多折不等 而且我們這一次很特別的是 只要你滿籤就免運喔 有需要的夥伴們 快速的手刀下單 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職員 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